今天新增113宗確診個案 本地佔了105宗再創疫情以來的新高 當中有63宗沒有源頭 也有70、80宗初步確診 新增的105宗本地個案 有源頭的有42宗 包括旺角瓦蘭中心道鄉慶回歸群組 多3個人確診 另外3人在之後日子光顧 也染病 屯門庫林也再多1個人確診 一個的士司機去過旺角圍景酒店 海港酒家之後中招 荷里活廣場百老匯 早前已經有一個員工感染 現在再多1個人 也有個案子 去過那裡買電話 未知有沒有關聯 至於沒有源頭的個案 有3宗都在學校教書 包括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營民學校 土瓜環學資源幼稚園 和姓嘉勒女書院 也有姓保祿醫院 住在彩虹村的護士 和銅鑼灣士安中心的員工 院舍方面 大圍龍亨村救世軍長者之家 有清潔工人確診 衛生署在大型檢測中 也找到院舍的廚師初步確診 兩人可能是在換衣時傳播 衛生防護中心說 在檢疫中心的人 會提早至檢疫第10天 做最後的檢測 最近因為檢測的時間 有時回來的樣本的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之前的第12天的胸口卓液 現在就會退早一點 就是第10天 第10天和第12天之間 究竟相差多遠 可能都未必相差很遠 都未定 我們寧願他有個結果 知道他是陰性 早點知道 早點完成的檢疫 另外馬家列醫院昨天有確診病人 在隔離病房突然情緒激動 一個護士和一個保安 穿上全套保護衣 入內約束他的身體 但是護士在離開之後發現 他佩戴的N95口罩輕微滑落 經評估之後 他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會入住檢疫中心 醫管局呼籲病人合作和遵從指示